公民汉外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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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会护权法在抗议声中三读通过 执政党要反制 将先复议再实现 我们立员党团已经在规划中的 我们实现的申请的作业 都会依据程序来进行 行政院也已经表明 他们即将要提起复议 民进党团是尊重 在社会的高度疑虑当中 立法院还是三读通过了 相关争议性的法案 相信这并非台湾社会的共同期待 立法院的民进党团也宣布 要申请试线 总统府都予以尊重 行政院收到法案后将提出复议 立法院15天内必须处理 如果没有超过二分之一 立委支持复议失败 就目前蓝白联手的状况 复议成功几率低 总统在10天内得公告法案 民进党团将在法案公告后 三天后申请试线 因为宪法法庭的案件量也不少 所以刚才从申请到受理 到宪法法庭做出裁决 那会需要相当的时间 所以如果要阻止一步 经过总统公布的法规 去做适用的话呢 还必须要同时去申请一个 暂时处分 才能达成这样子的目的 申请试线外 还必须申请暂时处分 将扩权法暂缓实施 用政治救济打这场延长赛 三地新闻到一层 林郡 台北三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